大家好 我是小林 今天我又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指标 一个新的股票 一个新的公司给大家介绍 我们频道都选了好多股票 就作为我们观察社会 观察这种财经状况 经济状况的一些标的 我们要通俗易懂 比如我们选过什么呢 选过这个输定电器 输定电器 我们能看出一个房地产经济 房地产不行 输定电器主要卖电器 你想想 你说老房子卖一个洗衣机 你说是可能十年八年 他如果不换房的话 一般你说中途换洗衣机的可能性 频率是比较低的 他主要其实输定属于一个房地产 产业链上面的一个公司 所以我觉得这种公司 它有指标性意义 我们能看到这一点东西 有时候大的指标 它被操控的比较厉害 或者说是国有企业 它政策性影响比较敏感的企业 它可能不太让它动起来 是不是 它不一定能反映问题 但像比如苏林 永辉 这一溜的这些企业 它 共产党不怎么关注它 它也不是说是共产党的面子 或者说什么东西 而且这种民营企业 它没有背景 就更多的反映现实 它这种企业它不太敢乱造假 你知道对吧 而且我说了这种市场的交投 我觉得会反映问题 因为每个人他的真金白银 他嘴巴可能说谎 但是他的身体是诚实的 像有些人他嘴上说爱国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在美国有房子 像陈平教授 他在美国德州 在美国德州有房子 冬天他说停电 哎呀 都很多了 对不对 就我们选了指标 今天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指标 这个公司 我们要重点说说它 因为我觉得它很可怜 而且也很奇幻 反映中国的经济的一些问题 这个公司 我们等一下说 说这个公司之前 我还想就跟一跟 就是对上面一个视频 大家现在还在热炒 这个停电的这个问题 确实这个问题 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我就说了 它背后反映的就是 一个地方财政的问题 它反映好多问题 它是有好多的错误决策的一个矛盾的集中爆发 包括你战狼外交 一通乱搞 现在澳洲没 对 那今天我想跟进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吉林市新北水务公司 它吉林两个公司 我说了 它做出了一个对中央非常不利的一个表态 我说它有点想水锅 我们的网友非常聪明 他发现了这个地方企业跟中央企业的这个矛盾 这个地方与中央的这个不一致 这个是一般来讲 王朝末年啊 嗯 我们都会预测得到 就是在共产党管理的末期 到它这种 我说的共产党 它是靠输出利益而维持的 他如果他不能输出利益 谁跟你混呢 对不对 按照一个政治学的一个逻辑来讲 你作为一个执政党 你就是要平衡这个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那你如果不能平衡利益 而只靠枪杆之力出政权 那那是不行 你必须创造利益 在国际上 你看像一带一路 你不你不给第三世界朋友创造钱 那么谁听你的 对不对 比如海外华人 你我要不是我爱国有钱 那谁给你爱国 对不对 中国人 我告诉你 我认识的中国人 那绝对没有的吗 就就一门心是真爱国的 我认识的中国人都穷得发慌 没钱就不干 中国人都接不开锅 中国人都穷怕了 中国人都穷疯了 没钱的 没人干 这是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 没有人讲共产主义理念 没有这样的中国人 那不是中国人 那不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种人只存在于他的五毛粉红AI 说不定都是个AI 根本都不是人 你说监狱 劳改犯还不如 劳改犯他好歹是个人 那他可能人都不是 就是个AI 所以就是这个水务局 今天发了一个叫做 常清公告 辟谣公告 这个什么 紧急道歉 所以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措辞不当 内容不准确 我们将严格处理相关责任人 我一读就读出里面的味道 像我在中国打滚这么久 我一听这个味道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不想处理 他实际上不会处理 就像我家孩子把你家孩子打了 赶紧道歉 我回去一定死咒这个臭臭兔崽子 我给你揍死他 老师你放心 这兔崽子在学校捣乱 是吧 回去我看我弄死他 是吧 这个就是 有点就是 这祸悉泥的这种感觉 就是 嗯 我觉得他这个辟谣 或者说这个这紧急道歉 他是中央有压力下来 因为他不是说发出去瞬间删帖 他是过了一天 过了一整整一天 在媒体发酵 在甚至是墙内 还不是墙外 啊 墙内的这个这种微薄发酵了半天 第二天呢 可见整个东北啊 包括这个地方省市都放纵这个公告 到了第二天 飞为洋洋啊 到到中央这里了啊 可能可能上班了啊 星期上班了 才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啊 而且他 才让他辟谣 我都说了 那十二个字简直是人才 什么不定时啊 那十二个字要再入史册的啊 嗯 但我要说说现在这个所谓的辟谣 所谓的紧急道歉 这这都被共产党玩坏了 我告诉你 那简直是 他其实没辟谣 他辟谣了什么呢 他说错 辞不当 但是他他他辟谣了吗 他他说错了吗 有有没有停电呢 有停电 但内容不准确不准确在哪里呢 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 他是一种宣传的一种手法啊 是一种就制造一种假象啊 好像否定了 哦 你看 中量辟谣了啊 啊 那么紧急紧急辟谣了啊 都都没事 没事啊 都算了啊 他这种维稳的一种手段啊 就是他 出于一种 呃 宣传需要 就是就是稳定啊 可控没事没事啊 那么辟谣了啊 我们后面会可反可控的啊 没 不会随便停电的啊 我们尽最大可能 为什么叫尽最大可能呢 对啊 你如果停了 我告诉你 你真要给我们一个保证 停一次电 你赔一次钱 有本事你赔钱 你不要说什么尽最大可能 那都 算什么的吗 算个屁 对吧 啊 如果停一次 我是不是可以去告宫殿局 是不是可以告你吉林省政府啊 是不是可以告告你这个啥啥事吉林市 对不对 哎呦 然后是不是可以得到赔偿啊 去到法院告了之后 民事 民事诉讼之后 把你把你吉林省政府告成老赖 对不对 哎 就没有嘛 所以他这个 呃 也没有具体处理 所以我就觉得呢 他更多的地方在保这个东西 哎呀 就就是哎呀 我们相关责任人我们处理的啊 其实就应付中央啊 我觉得有也有这么一点意思啊 地方官员里面啊 他很多时候你看到他是集体行动的 就是他一个人他不太敢动啊 比如停电哎呦 只有我这里停 那你那你不停了 那不行了 对不对啊 哎呦 我大家可能商量过了 你停 哦 他停了我也停啊 大家都停 因为大家都困难 对不对啊 干脆一停大家停 就有就压力就没有那么大嘛 啊 有时候如果是啊 比如疫情啊 你也不报 我也不报啊 本来我这里有几个人啊 确诊了几个人 哎呦 他也不说我也不说 大家都别说了 对不对啊 你他那里个个都零确诊了 我这里我怎么敢报啊 对不对啊 所以就是 哎 这里面 中国人呢 那他祸稀泥的这种东西特别多 或者说你叫做中央与地方博弈啊 就官场风气这种东西特别多 啊 现在不做实事 就我们要联系到 我们今天要说的事情就是 呃 现在 中国这一套班子不太做实事 习包子这一套班子 你说现在他做做实事吗 完全不做实事 啊 整天想一下怎么宣传啊 啊 这个孟晚舟回来 我们怎么怎么往爱国主义上面靠啊 啊 啊 你说这个这个 股市跌了不给说跌 啊 美国跌个一两个百分点是暴跌 我们 跌 跌一两个百分点 我们叫做震荡 啊 我们要措辞要严谨 所以他都都都都现在都是做一些表面功夫 实事上不做实事 就你你说你你真真把芯片造出来没有啊 天天吹牛逼啊 连那个大基金也是割韭菜啊 天天买了又卖 所以就 今天看到一个股票我特别想说说了 所以就是这股票是什么的公牛集团啊 他叫做这公牛集团是个做什么的一个企业呢 啊 那有意思了 这个企业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那个插头啊 国内的朋友如果你去五金店去超市你买插头 你基本上会认的这个品牌啊 叫做公牛插座啊 是做插座的这么个公司 那这个公司今天啊 无网之灾 哎 我一看到这个有意思有意思 一个做插座的企业居然今天啊 被控什么呢 违反了你想着想不到一个做插座的 违反了反垄断法啊 被罚多少钱三个亿 哎呦我的天哪啊 所以真真的是我第一反应我 我想一下做插座怎么就是垄断的呢 啊对吧 是不是这种领域它可能市场占有率比较高啊 不出席的我告诉你 比如我之前去过一家叫做成光文具 还叫做做文具的啊 啊 还有一个成光一个什么在这 哎呦 这这这忘了 反正做文具 像文具企业 它市场占有率也很高 我告诉你在中国 为什么呢 因为做文具这个东西一块钱两块钱呢 瞧不起 以前共产党瞧不起这一块清工业 就是一个做文具 比如海天 为什么让海天这么个公司 让做做的风生水起呢 以前的共产党瞧不起他妈做酱油的 对吧 我正共产党掌握的是什么 水电煤 呃 什么什么做石油 做军工 你呢 做酱油的 在在共 权贵瞧不起 但是瞧不起呢 恰好就让这个民营企业有生存的空间 慢慢就发展起来了 啊 你说以前QQ 你说白了 以前QQ也瞧不起 真的 呃 这些什么QQ啊 啊 你说什么腾讯啊 多多少少 在这个先进国家 呃 的融资当中 在外资的这个融资当中 以前 真的瞧不起 你不要 以为是权贵一步一步浮起来这些企业 权贵也要听外面那些呃 就是资本主义先进经验 他们要取金呢 我告诉你 就是呃 很多你看这些互联网企业都是外面 呃 他不单止给的钱 你不要以为华尔街只给钱 华尔街除了给钱以外还给经验 你这玩意究竟怎么玩 你真不会玩 中国很多人不会玩啊 包括全中国中国权贵里 你说他他有狗会玩 他早早晚起来了 他改革开放 他他要去接受外面的先进经验呢 我说啊 所以就是 人家教你啊 你学学我们这些即时通讯软件 啊 这个东西怎么赚钱 互联网平台怎么赚钱 你以前不会 真不会 以前什么招商引资这些哪里会 是不是啊 嗯 中国真正的吧 今天叫做真是会招商引资这几年招的最成功的 其实特斯拉 真的特斯拉是个非常成功的这么个个个例子案例 就是 嗯 然后呢 哎呦 就绕了半天 然后这个公流插座啊 啊 你看到他就是 哎呦 我就不明白 他只垄断什么呢 对吧 我们扯的有点远啊 我们一扯就没编 哎 然后这个公流插座 我就想不到他为什么 然后我就仔细看看呢 对吧 我像这个标题我引起了我的注意 然后我看看罚了三个亿 然后里面他说什么呢 他是这么说的 说公流集团啊 股份有限公司呢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14条 14条是什么呢 禁止经营者与交易对手方 达成一个这样的协议 就是你呃 这个公司跟你的客户 你不能禁止你们达成这样一个协议 啥协议呢 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 呃 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那啥意思 就是呃 那一般像这个插座企业 它的客户呃 就是这种经销商 比如五金店 比如超市 他大量购买了这个插座以后呢 这个插座 他会呃 呃 在零售嘛 对不对啊 所以在控制这种呃 经销商的时候呢 呃 呃 呃 做出一个市场指导价 对不对啊 叫做呃 呃 有一个市场指导价 然后有一个批发价嘛 对不对啊 然后你大呃 呃 我给你利润空间的工厂 你说做市场指导价 这个哪个工厂没做呢 所以这个坏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头 也就是你的工厂 任何一个制造业企业 如果你做出了一个市场指导价 你不可能不做 那不然谁给你经销的时候 我 我给你经销 那那你经销的时候 我我自己卖多少钱 然后他卖多少钱 你要 那大家要工 有一个公平嘛 不然呢 大家 那我不给你做经销了 我经销其他 就是 这个东西是市场约定俗成的 不是说呃 呃 这个这个公牛插座强 这个没有强迫性 他也他也有很多品牌的啊 你不做公牛 你可以做做做其他什么插座 我不知道 反正这个这个这个插座 这有什么有什么垄断的 对不对啊 所以这这简直呢 有点扭曲 然后更多的是什么呢 你现在看到就是 这是一种创收 就我们看到 无论是什么反浪费啊 食品浪费啊 反反反什么 这些最后肯定都会沦为一个巨大的 一个执法的随意性 巨大的执法的随意性的时候 那选择性执法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寻租空间 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 就是最后 习近平 习近平就培养出了一个巨大的前所未有的一个腐败集团 其实相当腐败 所以我 一直以来 我也不认为 习近平能够通过强化政府的职能 强 你应该打造一个小政府才能够解除腐败 你不可能在增强政府之后 来的来到消除腐败 这不可能 你政府越强只会越腐败 正常来讲 所以就是 现在中国 但是现在 现在这个 我 有一个 我也想说说 如果公牛集团要罚 我 我跟有一个企业 我是不对付他 格力 格力肯定要罚 格力当年为什么跟国美打仗 当年国美跟格力为什么闹掰 那不就是你格力不愿意让国美降价吗 那你格力第一个搞垄断 格力为什么经常不进入卖场 不进入苏林 不进入国美 它就是搞垄断 哎呀 但是我觉得反正这个都是这样 就是中国就是一个相当随意的一个东西 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个巨大的腐败 在腐败里面 我肉肉绕回来 就是 这公牛集团主要给我们的一个价值 我觉得这个案例主要是看到现在地方政府真没钱 他就随便乱罚钱 这是什么算个屁的垄断 而且 而且你看他 他没有事前的 像阿里啊 他会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经进驻了这个公司了 已经进驻了 这公牛集团没有 什么时候进驻的不知道 什么时候调查的不知道 突然间就给你来个法单 很多人 我查了一下 他没有提前说我们要立案调查 没有 突然间就给你给你个 我查了一下没有 我说怎么这么突然呢 你这是玩意儿 所以就是 现在也也没有任何上述 凡是政府一说下来 他他就只能说我们积极配合 任何一个企业都这样 现在法里啊 你也是这样 法里腾讯也这样 就积极配合 但你看看你华为 我们已经积极准备在纽约东区法院打官司了 我们积极应诉 你就看出这区别 再反正 那个你说谁不愿意去美国市场 如果这样 美国市场有规有矩 有诉讼 你政府可以罚我 我可以上诉 然后有个规矩 哎呦我理这玩意儿 是吧 这个说来就来 而且我 我只能配合 谁敢在你这里做生意 这简直是 就我之前说的 你细胞子愣是 如果你真的要搞腐败 你现在中国没有这个承接能力 你把这 你韭菜 你要割韭菜 你好歹要养韭菜啊 对不对啊 你要吃鸡 你好歹把鸡养大啊 你要吃蛋 你要给鸡吃鸡鸟啊 对不对啊 让鸡长生蛋啊 对不对啊 你完全不付出 细胞组件不 不把市场培养好 然后就只顾割 我说了他 他只负责拉屎 不负责擦屁股 你看他现在干的是什么呢 把市场全全部推烂 连根都刨了 连地都刨了 你说我们就 我也不知道他割什么韭菜 所以一通乱搞 我们就说他一通乱搞 你现在制造的一个巨大的腐败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腐败 然后 我们随便举两个例子 我们还举教育培训 你看 我今天看到一个很搞笑 南京培训机构昂利英语老板 留下一个破产字欠书 然后跑路了 留下来学生家长投资人 仍在那里 我没有办法了 我对不起了大家 我要跑路了 公司负责人 就说我 我以后会努力赚钱 搬赚赔你 他们的 我没有办法了 所以 你就简直是把市场搞乱了 这也特别搞笑 这能 现在也 也就这样 你把这东西捅破了 主要是 我看了一下 这个昂利教育 它的 纳了不少税 它好像报表还不错 但是现在 你看做个生意做的多惨 问亲朋好友借了两百多万 现在也全部都赔不起了 有很多人也 所以包括恒大 包括你看教育培训 你看 现在 我看到比如新东方 好大好大的一个公司 现在要裁员四万人 要大幅度裁员 所以你说 这 把市场直接全全砸烂 你说它在干嘛 我不知道在干嘛 现在 新东方 有很多说要转型 这个转型我是不看好的 因为你一直在说载这个市场 那最后就是内卷 你说你不搞K12教育 你全部赶去 他说现在要转型什么 现在要转型做 什么都想干 要拓展计算机等级考试 司法考试 等教育培训 我那个朋友完了 司法考试 新东方要来增生意做了 所以它会变成一个内卷 不是你转型就行的 每个生意本来都有人做 哎呦你新东方一转过来 然后大家又蒸饭吃 所以新东方你还做个电动汽车呢 你还可以什么都做呢 对不对 那就变成内卷了 本来我这里你以为我赚很多钱 我也是紧妈妈的 对吧 要不你来做个插座了 插座都可以垄断了 是不是 就是市场 现在全被它砸烂了 然后一通乱搞 现在地方政府没钱 电都发不出去了 我说了地方政府要是非常宽裕 不会让它这样停电 你可以补贴那个电厂 你说电厂亏损 我说的不只是亏损的问题 还有是什么 还有那个仪器损坏 对不对 我们今天还总结仪器都损坏 损坏了那你有钱也解决不了 很多时候那就是 今天我们说了几个案例 一个是基因室的那个辟谣 这个辟谣 然后讲了一个公司 公流插座 我一看到就是破天荒的 乱罚钱 现在瞎罚乱罚 跟那个城管 赶压子一样的 然后你这个又没有空间给你乱罚 简直是根都刨了 我说韭菜根都刨了 所以就这样吧 就吐槽了一通 那先说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订阅分享 拜拜